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坦克完成了他作為曼聯主席的第一次季前巡迴賽 Deeferick發文就說到這個荷蘭主席的管理球隊中認真嚴肅的態度 Deeferick舉例,坦克管理球隊的策略中,嚴明紀律是重要的一點 當有球員違反紀律的時候,他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在曼聯這次海外行的過程中,有一名球員兩次隊伍的會議遲到 坦克原本計劃在比賽用他,但作為懲罰,坦克放棄讓他出場 亦都因此提醒隊伍入面每個人手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Deeferick表示,坦克將遲到視為標準下滑的徵兆 如果不加以制止,可能會滲透到球員在其他工作的各個方面 他是一個非常清楚自己能接受什麼,不接受什麼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,班奴費南迪斯和迪基亞 亦都公開表示非常支持譴責遲到的行為 而飯賽的球員一定接收到這個訊息 好球不等人,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